台中市北屯区松强国小终于举办动土典礼了 而为了解决区域人口不断增加 附近国小学生爆满的窘境呢 市府编列2亿1600万元的经费 新设小学规划设立18个班级 35间教室 而预计114年度开始招生 因应北屯区的教育需求 这一产宣告北屯区将要有新的小学成立 位于14期重划区的松强国小 占地约3.5公顷 工程总建设经费2亿1600万 由市政府全额补助 新校舍在上午正式开工 预定114学年度开始招生 让当地学子能就近入学 第一期的工程有35班 5个教室招收18班 所以我们未来预计 可以来梳解 这个人美这里的学区的学生数 以前都是到人美国小 但是挤不进去 所以都要到跨学区去读 松强国小完工后 不仅提供临近学生就近就读的机会 也解决人美国小学生爆满的现象 市长卢秀燕主持开工典礼时表示 什么都能穷就是不能穷教育 为了给学生更好的学习环境 必须增建新学校 北屯区14级这个附近 人口激增爆满 大家都不断地反应 希望我们在这边再增建学校 那经过三年的筹备 那我们包括筹备预算设计上网招标等等 那终于今天顺利开工 到时候我们这两年也会再评估 那继续来筹备第二期的这个校舍 随着北屯区人口渐长发展建设 市府将继续推动松强国小第二三期的工程 让学生有全新的环境 安心学习